好 個人朋友可能跟我一樣的好奇 後來這個CEO有沒有跟這個小三 恐怖小三分手 後來這個恐怖小三反正這麼一鬧 他在新加坡也不用去面試了嘛 不用工作了 就可以回來台灣 那當然兩個人在飛機上是完全不講話 這個女生還包著崩拜這樣子 然後這個女生就跟他說 我跟你講啦 你要跟我分手 他反正就威脅他嘛 就是要一筆分手費 一定的啦 你要離開就是拿500萬來 要不然我絕對是讓你 你也看到我過去做的這些事情 我會把你毀滅掉 對對對 那這男的就是好 你會這樣子做 他去跟他的太太講 然後就說他對不起他 而且他說他早就要脫身了 但是因為之前 偷吃了兩三次被他錄下來 其實應該不只兩三次啦 他這樣跟他太太講 所以跟他太太坦誠 後來他太太是原諒他了 原諒他了 然後當他後來 他也離開那個公司 他跟他太太也被迫搬家 因為這個小生都知道他住哪嘛 他就到另外一個地方去發展 然後過了兩三年之後 有一天在路上遇到這個女生 好像看到鬼一樣 但是下一個畫面是看到 因為你先走出來嘛 在一個名牌幫的店 看到他 哇 看到鬼一樣 趕快要躲起來我這個朋友 然後後來又發現 旁邊出現一個男的 他勾住他 心就鬆下來 他現在交到一個更大咖的 一樣去當個機要秘書啦 剛剛這個案例裡面 那個志偉這個案例裡面 其實就應驗了台語的一個俗言 吃要死吃要死吃吃老祖父 你知道嗎 為什麼這樣講呢 很多有一個 台灣很有錢的一個名人 他曾經講過一句話嘛 男人有幾個不在外面逢場作戲 有些人為什麼會去酒店 帶小姐去開房間幹什麼 這叫贏貨兩棄 你花錢 然後他陪你 就是這樣子吧 然後拍拍屁股走出這個房門 你是你 我是我 沒有 雙方沒有干戈嘛 可是男人通常都貪心 哪有沒有干戈 就相約下一次 沒有 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男人通常都貪心 如果只是贏貨兩棄的 那種零肉分離的 他不要 你知道嗎 他又要那種 尤其是 中年以上有經濟能力的男人 又要那種感覺 談戀愛的感覺 崇拜啦 幹什麼 所以才會陷下去 感覺是很貴的 跟感動一樣 都很貴的 對不對 這邊有臉書嗎 你有一個同學 我有在你講的 那時候他比較可憐 我看我小姐是很可憐 他的高同學 他沒有留在台灣 所以生意也不錯 賺很多錢 其實我想他大概最少賺兩億 不 比台灣貨業就對了 可能有貨業 他貨業要二十億了 他太太剛才也很有錢 所以他就走出事情 那時候就聽說我們台灣不問 就把孩子送去美國 送去美國 他們沒有做空中婚人 背要背去 結果 孩子也是要照顧 因為都國中、粗中 也要照顧得很重 都在那邊 他一陣子都要開始打 要照顧 一陣子都要留人說 沒有 醫藥分類了 他就先請了一個鑰匙 結果那個鑰匙很漂亮 就長得跟那個日本一個 叫做Masasase Keiko 那個松阪慶子 很一樣的 哇 還有女人味 我真的我不知道 我去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知道松阪牛肉 松阪牛肉 很漂亮 50歲拍那個寫生集 我還有 現在很漂亮 現在很大胸 現在很大胸 我就有一天去鑖匙 你知道嗎 他那個有時候就鑼匙 好想吃 我說怎麼這麼漂亮 還看他 看他那一台變主的爺 女生的喔 變主的女生的 我就知道 啊你不要了 不單純 我就說 欸 什麼意思啊 你這樣對 你太在美國 你負責喔 我聽說你太會臭湯喔 因為我們現在 我們有一個醫生 也沒有打到 都報警了 我女生很沒力 很沒力 叫我打到報警 我留了一個幾十秒而已 叫我沒有打到報警 報警 你不是說不要打 不是這個喔 不是這個喔 我打也要打不來 他煩惱了 你知道嗎 他就說 沒關係 各位你要煩惱 我都處理得很好吃 他有一個賣子 他有潔癖 就是說什麼東西都是自己用過的 很乾淨 消毒啊 很強酷症 是一個很好醫生集的 因為潔癖對醫生很好嘛 結果 也不知道怎麼樣 不到一個禮拜喔 他們他就聽消息 分幾多回來 他就看著 我們他會回家說 你死了… 你要注意 你真的沒注意不行 因為你們他一定風聲 才會回家說 放風聲沒有這時候回來 沒有輸到沒有人家 這次回家要做什麼 這樣說不要 但是賣人就是這樣 只要控制 會稍微控制不住 他會控制 他會控制 但是小朋友不好控制 結果呢 他就開一個法拉利 你看到你的旁邊有一個圍嘛 他媽媽要坐他沒有坐 他說你自己開車 他就有潔癖 因為這個圍已經 哇 那個女孩子要坐 所以他就沒有坐 他說你… 他自己開車啦 你自己開車啦 奇怪了 他怎麼就覺得奇怪了對不對 他就在車上看什麼 看什麼 看什麼一面 一面的香水 香蕉的香水 香蕉的香水 他沒有用 馬丹落瑟斯 我老公用這個 我老公用這個 這不是我的 就知道了嘛 就經過正信是… 他還夠英文還是一文 香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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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正信社去炒 炒五天 去三天 他媽媽還要去 去摩托五三天 他媽媽還要去 五天去去三天 就長到 上去回家 你是打交往這麼行嗎 沒有啦 交往 就是交往一年多 媽媽還這麼行嗎 也稍微休息一下 不是 老公說一年 還有一星期去三天 他這麼行嗎 學生媽師 那個時候我們四十幾歲 當勇的時候 你不要再說我 你不要再說我 現在沒有啦 我只是說四十五歲 不要再說我 不要再說我 其實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媽媽已經知道了 也都不要照顧 我告訴你 剛才有一天晚上要睡 他媽媽發瘋的 那真的用網水 他小三年 他在哪裡睡 他就這麼難了 哎唷 那整個臉都燙起來很難 哎唷 恐怖 但是他還不會死 他不會死 他背到這看 前面有一個驚 他在床上還有一個驚 很痛很痛 痛還很暖 他是很愛運動的人 很潔癖的人 看他真的怕到 你做什麼 這幾歲 整個老公跳了 嚇到他 對 主要祝三 醫生自殺 自殺 因為他受不了 他自殺以後 他太快就嚇了一跳 可是他很厲害 他已經準備一瓶 那個農藥 就喝下去了 農藥就 他沒有喝下去 他沒有喝下去 但是喝不下去 他很愛吃 我肚子 撐出來 撐他 那沒死了 還割一個禮拜這麼聰明 因為農藥就是糟糕 他到最後還是會甘衰竭 你吃那個肉 你不趕煮你一定死 一個禮拜死 一個禮拜死 他就改過了 應該改過了 每一個人 他們中央跟他們 比較好 我說是怎麼樣 孩子 原來他們兩個人 差不多有四到五的錢 都駕到美國 駕到美國 還駕到美國 還駕到國水局來查 他們在國內的查 人頭 結果他們兩個死 沒人才會知道 哇 還慘了 有這個朋友嗎 我從頭上照他 所以這個太太 完全都沒有考慮到 沒有 所以我好像這種人 他已經失去了 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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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在準備網水的同時 他也準備了農藥 對 所以他也知道他可能 他先生可能會殺 他或是他 他先生可能會死 遇食俱分 通過於盡 所以他就是要給他 對 當然 對 你看結果到最後 人家的有食堂 過得好 人家現在也好 又開門 都沒問題 都沒問題 所以你意思說 買賣做儀生做有輸 不是 那你有沒有什麼建議 就是說男女交往的時候 沒有 男女交往 重點 第一點就是年齡差不要太多 不要 不要有金錢上的糾紛 就是說一定有金錢來往的時候 到一定不會清 因為你一開始一定要很少 一萬兩萬 到我比五萬 比十萬 比二十萬 比到你無人的人行 我們人很貪心 他有那個母 你們以前有那個母 生命這麼美好 但是人是 小三更美好 人是這麼貪心 這麼貪心這樣 就是說 人因為貪心都變這樣 對啊 生命都沒有好必 那交往的時候 第一個年齡不能超級太多 第二個 還有性格 金錢的問題 性格不行 不可以 不可以 我說最貪心就是什麼 你知道嗎 工夫最好的就是貪心 什麼工夫最好的 工夫最好的 100塊的時候 你就知道我四個 你知道我的工夫好還是 都沒有辦法 兩邊一邊就是壞了 因為我的感覺 所以要保留實力就對了 對啊 我們看很多 所以交往的時候 工夫要保留實力就對了 對對對 不要太多 高醫師 好 你的這個 故事都很精彩 有一個女性最柔身 對 這個這個也對 對 阿公司才真的要先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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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們說起都每年都有出去國外旅遊 剛好遇到一個大學生剛好卡上大學 我不講哪一個大學 他剛好卡上大學 結果就跟他抱怨說我玩到很散 阿公司 你人很好玩玩 其實也不叫阿公司 那個女孩子在那個時候才41歲 這個男大生才18歲 男生 大學生是男生 那男生 那個男生 找到41歲 41歲 阿公司怎麼50歲 沒有啦 所以我說不好意思 要叫小姐就對了 謝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他們兩個就開始交往 你知道他還當情義嗎 這個男子長得也不錯 阿公司就說 阿公司我賣多少錢給你 阿公司就給他出資給他 阿公司他一個月領5萬 他先生領6萬 可是他現在的錢是用家用 他的錢他自己保管 所以他有錢 他1月2月3萬 那個男大生 那個男大生 那是一開始 資助他讀到 對 讀到 讀到4年級的時候 這男大生有了女朋友 因為畢竟 你一個月22歲 你大概45歲睡 這 一個月3萬歲的時候 他可能就睡最好嗎 對啊 就是這樣 所以他現在這樣覺得他沒了 因為他比他他買賺錢 他沒收到這3萬塊 對 他就跟那個女朋友說 阿我們來找華山談判 找他們乾媽 他都叫乾媽 乾媽談判 他這個小姐也說怎麼這樣 他就真的說 他說怎麼這樣 你怎麼會這樣 其實要跟他分手 結果分不開 趕快去找那個小姐 結果去的是兩個人 約在家附近有一個大樓 方位的大樓 就談判到他不小心 說不怕 一定不怕 因為我給你4年 已經給你100幾萬了 你怎麼跟我分手 你現在跟我分手 我絕對不敢跟你分 所以這個就是黏黏的差距 你要重新再炒一個的時候 你要重新再炒一個的時候